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看在这个礼拜当中 全世界有几个大事给大家做参考 如果从股市代表经济的橱窗的话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礼拜其实最抢眼的是日本的日经指数 它已经创下33年的新高了 那么它不断的往上走 也慢慢让大家见识到日本终于再度起来了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对比一下 台股是在1990年跟着日本最高涨到12,680 但是我们到了2019年台股终于突破 在过去30年我们从来没有到过的高点 那么现在最高去年跑到18,619 现在看起来日本好像在复制台湾在过去几年的走向 同时我们也看到 我特别把香港的走势给大家来做一个比较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香港在2018年的2月2号那一天 香港的恒生指数最高33,484点 那么台股是11,126 在最高的时候差距22,357点 好 现在到6月的时候 台湾的加迁指数跟香港恒生指数 差距最拉近是1,704点 换句话说从差距22,000多 缩小到1,704 这个是一个值得大家高度探索的一个方向 那么我们看到5月份 日经指数上涨2031点 涨了7.04% 台湾的加迁指数上涨了999点 我们涨了6.4 但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660点 跌了8.35% 而附生300跌掉230点 那么跌了5.72% 这是两边产生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变化 换句话说日本跟台股重新再起 这个礼拜日经指数最高到32,274点 日本很多地方都贴成红色 也代表包括日本经济新闻 他也大幅报道日本的股市大幅的上涨 在日元贬值的助攻之下 现在日本迎来难得的好景 这个好景也可以看到 在从今年当中你可以看到 日经指数的上涨跟他创造的市值的增加 包括台股都有非常出色的表现 但是相关的包括香港股市表现相对的黯淡 这个黯淡其实日本在经过30年的调整 大致上现在处在一个相对比较物美价廉的水准 另外我们也看到从日本上市公司 现在有很多的外资包括欧洲的资金 大幅在流入 这当中巴菲特现在在2020年的3月 他加持日本五大商社之后 现在从3.4兆 现在已经上升到7.5兆了 他已经赚了一倍以上了 那在巴菲特加持的日本五大商社 在这一年当中 2022年到2023年的3月31号的会计财报 他们都比2021年交出更亮眼的成绩单 所以五大商社有非常出色的表现 这是相较于巴菲特在其他全球的投资当中 日本五大商社表现还是输色的 这几张表要跟大家来说明一下 日本在泡沫经济的30年当中 我们看到1990年日本泡沫吹破以后 他不断的在调整 调整之后 从日本在去干港 也就是说日本人不敢花钱 然后不断的在还钱 这是大概不断的在调整 所以银行不断的在破产 日本企业去干港总共花掉25年的时间 这个是非常漫长 日本的输落30年关键从这里开始 日本在资产负债表的修正 这是顾超明先生一直在讲的 也就是说不断的减少负债 日本也让物价在30年当中 一直处在低档 即便把利率降到零 日本都没有办法 现在日本慢慢 他完成了干港的修复 这个干港的修复 大家现在可以想象的到日本为什么会再起 因为日本的企业跟日本的个人 现在几乎到无债一身轻了 开始会有一个相对亮眼的表现 好香港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香港的科技股不断的在破底 恒生指数在下跌 香港的出口也非常的疲弱 中国企业在香港上市的公司 从腾讯阿里巴巴 小米快手 哔哩哔哔哩到美团 京东百度 在过去一段时间都出现非常巨大的跌幅 这是华红半导体 那中心在政府加持之下 股价表现也是相对的弱势 好这当中我们要今天特别跟观众朋友来介绍 我们这一生当中 我们经历过非常多的大浪 这个大浪其实大家可以想象的到 假如说30年是一个循环的话 1960到1990 这是日本奔驰30年的年代 这刚才给大家看到日本的这张表格 然后1990到2020前后 那大致上这是中国奔驰的年代 好现在到这个年代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世界又在重新探索新的方向 这个也是大家在未来的投资规划的路上 非常关键的里程碑 我特别要来把这个过程稍微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各位看到日本在1960年 为什么日本会起 在1949年共产党占领全中国 到50年韩战爆发 到1955年夜战爆发 到1959年日本的国会改选 日本的共产党拿到将近50席 这个时候美国一看情况不妙 如果日本也变共产党国家 这个时候一方不口说实 所以在1960年爱生好来台湾 跟日本的安信件签下入美安保条约 那美日再度攜手同盟之后 日本创造30年的好景 所以日经指数从6000多涨到38957点 这个不断的上涨 大家看到在那段时间 日本的包挂家电汽车自动化设备 一直到半导体 日本都值世界的牛肉 所以日本是刚才看到的 入股的黄金税在1990年告一段落 日本告一段落的时候 中国崛起 你可以看到在六四天安门之后 从邓小平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 台商在1990年大量的大规模进到中国 从巨大美利达振兴轮胎康斯旺旺 都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那2001年中国加入WTO 大家可以想象得到 从1990到2017年 是中国的经济最快速奔驰的年代 那么这个年代当中 如果大家特别注意到 在1994年朱镕基进行一个汇改 他把人民币并到 外汇件跟人民币并轨 变成一个人民币 人民币在黑市到12块2左右 那他的关价8.77 这一扁以后 所有东南亚国家货币全部都大幅贬值 所以这个不管泰铢或印尼顿 他的跌幅都非常惨烈 而关键的转折点 你稍微对照一下 邓小平改革开放里面 有不管白帽黑帽能抓老鼠就好猫 摸石过河 然后到这个让少数人富起来 到2017年之后 为什么会转向 叫做厉害的我的国 然后中国制造 2025弯道超车 一带一路 中国开始称霸世界了 这个时候 美中为什么角力 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好 现在开始从有岸外包之后 又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了 那我们可以想象得到 现在的世界工厂会从中国开始四面扩散 包括泰国 马来西亚 印尼 越南或印度 甚至到墨西哥 这期的金周刊 有对墨西哥深入的报道 那么大家可以从这当中稍微看一下 整个供应内正在出现非常巨大的变化 这变化当中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在朱镕基汇改的时候 泰国股市从1789最惨掉到204 然后泰国慢慢从这个地方开始慢慢重新再出发了 那泰铢在1997年的时候 为什么金融风暴呢 泰铢从22.2一路贬值到54块半 这个是泰国最惨烈的时候 马来西亚的马币钉在3块8对1美元 所以这个是一个大家谁想象得到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从2020到现在的新的发展 未来的中国30年 看起来它必须面对几个重大的挑战 第一个房地产的泡沫化 现在有限跌令 中国不敢让房地产下跌 但是跟类似日本在过去30年的 日本泡沫调整 中国现在慢慢跟进了 那么包括一般民众的去杠杆 现在大家不敢花钱都在存钱 然后年轻人高市业率现在20.4% 地方财政越来越困难 另外人口红利消失以后 老龄化 现在人口超过60岁以上 有超过3亿人 国家养老金 慢慢会变成一个麻烦的问题 你可以看到包括现在中国的垃圾局的债件 现在价格不断在下跌 房地产泡沫 也正在深化 同时消费力道也正在逐渐的下降 然后习近平在现在美中角力当中 不断的在现在的在进行新的结盟 也包括要去美元让人民币国际化 但这个路上看起来是有点困难 我们刚才看到中国在五月份的出口衰退7.5% 回头看台湾 我们五月出口衰退14% 但是全年度的出口衰退16.1%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在经过去年的狂潮之后 去年的三月到435亿 那么到今年的五月361.3% 大事实上是呈现一个比较明朗的下滑 我们看到第一季衰退19.17% 现在到四月五月跌势趋缓 但是看起来整个情况 大家可能要高度的警戒 我们对中国的出口在第一季衰退26.3% 这个是代表今年整个 我们看到中国的经济 在往下修正的路上 台湾很难不被影响 这是大家在面对一个大的 大环境转变的时候 可能要有的一个高度的警戒 那么今天我们在第一个单元 给大家做的简报 到这边告一段 我们要先介绍我们今天的来宾 我们先介绍安居资讯的 施宣辉董事长 施董好 社长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我们也介绍 京城资讯分拆出来的 智慧资安科技公司的张一正董事长 一正兄 社长好 各位观众好 欢迎两位 我们要进入广告 回来做我们来看看 台湾的资源产业 我们在面对国际挑战 包括我们台湾自己的 现在内在的需求 我们有没有办法 让这个产业能够撑起 更大一片天 稍微来我们进行讨论 稍微来 欢迎就回到现场 我们来看一下 蔡总统在2016年上任之后 其实他特别揭露了 台湾的六大核心战略产业 现在蔡总统已经快要卸任了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六大核心战略产业 现在经过七年多的发展 现在呈现了概况 我们稍微来了解一下 一个是新世代的资讯科技的基地 从半导体到通讯 一路延伸到国家安全的资安 这是当年在六大核心战略产业当中 所揭露的第二大项 第二大项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这段时间 美国的像Splank或者是Fortinet 都有非常快速的发展 第三个 要接轨全球的生物跟医疗产业 那么现在我们在生技产业路上 上市贵公司的加速 看起来是非常的多 几百家 那第四个 现在大家终于意识到 这个在过去几年 大家并不太意会 但是现在国航的产业 包括航空跟太空的产业 现在我们结合叫做台湾的军工产业 军工产业经过每一个国家 现在不断的在扩大国航支出之后 现在它的丙越变越大 而且慢慢轮廓出来了 那第五项是 这个绿能跟再生能源 这个是现在你看今年的 从宿电华城到中兴电工股价的大涨 第六项确保关键的战略物资跟战备产业 这个是我们现在把这个六大产业 把它整个汇集起来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整个这六七年当中 台湾其实我们有很大的进展 这个进展当中 今天我们切入到资安 这个2013年的台湾资安大会刚刚开完 那蔡总统也是到新宁现场去给大家加油打气 今天我们两位来宾 我们要先请这个安居资讯的石董事长 你们在可望延期 我大概三年前我去过了 那也听了你的简报 你怎么看台湾资安 就是说现在大家知道台湾是骇客攻击 平凡度最高的地方 那台湾我们也意识到台湾要强有力的资安的部队 那台湾的产业在资安这一块 我这样看完以后 我觉得资安相对是过去这几年的发展 我们不像台积电台一撑开几兆 我们大概大部分的资安公司都几十亿 那营业油也不大 大概就几亿或十几亿 那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在未来路上 可以看得到 它有很强大的成长的契机 我们怎么去抓到这样的商机 让公司变大 先请你来谈谈 台湾现在资安产业 我们发展跟现在发展的格局 未来要怎么做会有更强大 谢谢社长 现在整个产业的发展 过去只有在IT 然后IT慢慢上网了 所以IT就开始有骇客的攻击的问题 那现在慢慢因为 网络的上网进入了IoT时代 所以所有的OT也进入了联网的时代 所以骇客也可以进入这个所谓OT的环境 所以在台湾 其实就蛮大的OT的环境 包含这个我们台湾制造业特别的强大 所以这些OT的环境也需要做到一些的保护 那刚刚社长也有提到台积电 因为它量能够大 所以它自己有自己的完整的一个 资讯安全的一个防护以及部队 那在台湾这个部分 台湾的市场真的相对是小的 所以台湾有很多的 我们资安所使用的 我在这边都叫它叫做资安的工具 大家可以比你像说是 这个资安 打战作战的时候需要所用的这些武器装备 那因为骇客也是真的人 他来攻击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利用这些武器去好好的防护它 那防护我们的企业 然后来对抗这个骇客 那安基资讯主要是在提供这个 我们叫做SAC Security Operating Center 就是治安监控的中心的一个服务 在这个环境里面 我们就是利用这些工具 有点像是训练有数 有经验的一个部队 来帮助我们的客人来防卫 病毒入境 病毒还有骇客的入境 的这一个环境 那我们的防护方式 是在去年的年初 我们病了在宏基底下的EDC 刚刚社长有说去龙台 那就是我们一个EDC的一个场域 就是我们的Data Center 再加上我们的监控中心 在那边有7x24监控中心 这个环境我们就等于是End to End 这个端到端的 把它完整的一个保护的一个机制在里面 就是从事前的准备规划到备份 所以当真的有资安事件发生的时候 我也备份 随时可以切换我的服务主机 可以不让我的服务中断 到了实时的我们刚刚有提到 我们这边有非常训练有数的人员 使用这些资安的工具 去做所谓的网路行为流量等等的监控 所以当有一些异常的现况 我们可以主动 现在要防御骇客攻击的最好方法 常用的密码就输入了 那可能骇客就会借由这个管道 可以试探的进入公司 那从那边去渗入 那像这些的行为我们都会去监控 那真的如果真的发生 也有事后的运这个紧急应变小组 应变的部队能够进去 马上的这个帮客人把这个问题解决 但在这个过程中 每天需要做的这个运运 以前过去只有IT 我刚刚提到现在连OT的环境也增加了 那平常也必须要做 除了运运之后 这个公司也必须要做一般的这个训练 所以在员工的部分 刚刚讲说要做一些社交工程的 这个教学练习 像员工定期就要做 或者是一些资安主管等人要去上课 然后在这个发生紧急状况需要应变 比如说有红队演练 红队蓝队的演练 当有人攻击进来 怎么样抵抗 甚至到最后要怎么样能够 正在攻陷了之后 能够快速的 所谓的这个备份能够赶快倒回来 让服务部中断 这些daily都要operation 那以这个状况 我们就可以藉由在台湾 实际操演这个所有的 这个经验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跟着 目前的做法 就是跟着台湾的厂商 能够往世界各国去发展 比如说 现在我们有很多制造业 都是全球布局的 所以不管它在哪个国家 我们就可以跟着过去 帮它提供当地的一个服务 我想这里面有两三个细节 比方说我们现在 駭客攻击 大概台湾去年遭到駭客攻击 七千四百二十万次 我们大概是比其他国家 平均大概都增加二点七倍 这种情况 这么频繁 比方说我去看全信 它是反飞弹拦截 全信张全生董事长跟我讲 他说他们非常有把握 就是说如果大陆的飞弹打过来 我们拦截百分之百 这个就是说 现在如果在駭客作战里面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功能 有没有这样的能力 这个市总怎么看 我们前一阵子也做了一个研究 这个在台湾或者亚太 平均駭客潜伏在这个组织内部 的时间大概一年的时间 所以駭客其实他要发动攻击 他可能已经在每一个单位里面 埋了一个暗装 而这个暗装可能长达一年的时间之久 那在欧美可能是六个月 那在台湾是一年的时间 所以很难避免 因为大家都拥有最先进的防御工具 不管是防火墙 antivirus或者是端点侦测 这些工具 这些东西实时我们当然都在监控 但是他也知道你在监控 所以駭客是人 他也很聪明 他就会在那边等着 事机需要发动的时候再去发动 所以要做到百分之百的防御 我们是不敢打这种完整的包票 我特别要请教你 就是说其实宏记也被駭客攻击过 antivirus五千万美元 这个就是说 如果他当成一个个案 后来你们碰到 因为你们有安基资讯是做治安的 这种事情发生 我们怎么会面对 第一个当然先把那个东西 isolate起来 公司的政策当然是千万不可以跟 駭客低头 因为你一付出去 他就是告诉他说 那你可以再来第二次的意思 所以这种事情 那当然安基资讯就马上进来 那刚刚就会讲说 平常的这个备份的演练就很重要 对 所以有任何问题 我们马上先让系统能够恢复正常运作 然后把isolate起来的地方 我们要做所谓的见识 了解他真正的攻击是从哪里来 或者哪里我们有漏洞 要去improve这个system 那Acer当然是比较特别 很早就已经数位化了 全球数位化了 那过去的管理模式都是分散式的 所以就变成资安控管 就需要花时间去整合 那这些事件之后 我们当然现在是在Acer的部分 透过安基的这个 所谓的专业的顾问服务 已经慢慢慢慢越越收敛回来 那我们最近也有提供 制造业的服务是这种 所谓的Hybrid Cloud 因为它是世界各地都有工厂 而这工厂有些知情真的很机敏 必须要在这个落地 在所谓的当地的Private Cloud 在工厂场内 但是有一些后台的 又必须上到云端在云上 所以我们有一个 所谓的Hybrid Cloud的整合 让这个全球的监控 拉回到 这家工厂是台湾的制造业 拉回到台湾来做 这个全球的这个治安的监控 我想等一下回来 我们可以再讨论 其实台湾现在这个资安诈骗案 说一大堆 你可以看到网路里面 从NINE开始 NINE现在变成一个诈骗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平台 然后FB FB那更多 我也常在讲 我说现在 第一个将来 这种登广告诈骗 登广告的人 要不要采取实名字 你用我名字去登广告 我也不知道 你用我名字 你怎么不把这个 登广告的人 把它查核清楚 这个是第一个 如果你不愿意查核 后面就很难了 第二如果发生损失 你想一想 像很多民营人去代言那种 什么医美广告 一旦有人受害 要负连带赔偿责任 这种平台广告 他们都不负责 我说这个没道理 现在好像在修法 也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广告是诈骗 造成损失 这个应该是 登广告的那些媒体 应该要连带赔偿责任 所以我想这个也许 我们可以再花点时间 大家再来讨论 我们先进入广告 回来之后再诚 我们詹董事长 来跟大家谈谈 现在京城在发展的 租安的路上 我们大概目前的 进行的状况到底如何 稍微来 欢迎大家回到现场 我们看到在这一次 华文勋来台北 你可以看到 一方面 我们台湾的半导体的实力 现在在AI的路上 台湾其实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 这当中 如果从硬体的角度来讲 我们现在从AI伺服器 再一路到机壳 然后到IP相关的 这个一连结 到最后你后来发现 在安全考量之下 像伺服器 从广达围影 到技嘉的技刚 这个看起来是一个系列 机壳是迎帮 秦城到城明 这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就是过去台湾在 整个供应内里面 只要够便宜 我们大概就去了 但是现在安全的角度 它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我们大概可以看到 在这段时间 我们来请张董来跟大家来谈一谈 台湾在硬体上面的制造能力 有台积电 现在全世界要取代台积电 太难了 台湾在软体 我们相对来讲 台湾的软体过去几年 比较 我们的业者没有投太多的心力 但台湾的相对竞争力 是比较弱的 那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 台湾的软体 在租安产业 我们看到国际都长那么大 台湾这么小 我们未来如何 能够让它变得更大 谢谢 谢谢社长 我想这个 光从近期的攻击 我想就是说 资安产业的发展 其实也取决于说 目前台湾遭受的一个攻击的状态 那从近期 光二月份 从这个趋势研究报告来看 二月份就有达到 146.4%的这个勒索攻击 那其中有7%是落在台湾 那排名是在全球第四 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 强大的一个 这个駭客的一个攻击的一个 重要的目标下 所以我们面对这个资安的防护 其实也是刻不容缓 那当然就是说 资安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它在这个今年的预估 大概有700多亿的一个产值 这个产值比较大了 是 对 它其实基本上每年大概都是 double digit的一个成长 那我想就是说 我们也看到就是说 这个数字其实也不是只有 在台湾国内 也包含这个海外 这边的一个市场 那我想过去呢 刚刚社长提到没有错 我们通常就是说 从这个 这个跟这个金城集团的 六合主张有点关系 就是说我们过去从这个 系统整合 数据一直平台整合的角度 来帮客户 做这些产品组合的部署 但是其实现在的 新兴科技的应用 新型态服务的一个 数位服务的一个成长 其实是不够的 那包含客户 现在我们看到产业 这边也需要做数据整合 也需要虚实的融合 也需要在多云混合 也需要这个云网端 软硬的一个生态整合 所以在这么复杂的一个 数位的一个发展的环境之下 坦白说这个资安就相对挑战 那我想刚刚我们有提到 就是说过去其实有个边界 它叫做IT 现在其实因为IoT 跟Industry的IoT 跟未来的刚事长提到的AIoT 所以它这个防御的边界 也越来越模糊 这越模糊的情况之下 你要做好最完整的资安的保护 其实是困难的 因为我常开玩笑说 道高一尺 但不要忘了磨高一丈 所以产客可以进来的一个边界 其实也更宽广 所以资安能不能做到100% 坦白说我觉得很困难 但是99.9% 是我们可以一起去努力的 我想就是说 这个也是精神在努力的地方 其实从国际的一个市场来看 就是说 目前在全球的 收购兼并的一个市场来看 目前收购兼并最多 数量最多 是MSSP 简单说就是把资安托管代运营 这样的一个角色 它目前是数量最大 金额最大是身份识别 我想在全球 大家也都在谈一个议题 叫做零信任 我们刚刚也提到 当你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之后 坦白说这个资安的挑战就越来越大 所以我们只能说万物皆不信任 一切验证 所以零信任的导路 也是会非常的一个重要的重点 刚刚我们也提到 从全球的收购兼并在资安公司上面的一个 从MSSP的角度来看 就是说金城目前要做什么 我们其实也是从零信任的角度 再来看MSSP 这个资安托管这样的一个角色 我们的主张叫做全域联防 全项视野 这个全域联防跟全项视野 不是说我们自己开发的产品或平台而已 资安是非常宽广的 所以它能够防御的方向 其实切入点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也必须跟国外的这些 不同的一些品牌 包含我们刚刚提到的 这么多年来我们从系统整合角度 帮客户做了这么多的产品的部署 每一个产品其实都有它独特的做法 但是产品跟产品之间并没有办法做连接 它需要有一个系统 需要有一个平台 需要有人去开发 让它能够做最好的一个沟通 然后把整个资安的一个网络 知得更密 让这个駭客入侵的机会就更少 那我想这个把资安的厚度 做得更深厚一点 我想这个也是 现在这样就是说 你看这次黄润勋来 他特别跑去赢打 那他把那个那件皮夹克 穿在那个杨麒麟身上 就代表他这样一个结盟的关系 就是说从MVD 然后到台积电 台积电包括台湾的束缚器的 这些大厂全部都一涌而上 那资安的产业 我们有没有在这样的一个 大的环境架构里面 我们从国外的大厂结盟 然后自己杀出一条更新的资安的大路 是没有错 我想就是说云网端软硬整合 是未来整个这个数位发展上面 企业必须要去重视 而且也是会来部署的一个方向 那当然这里面的这个资安的一个 资安的一个防护 就特别的一个重要 那把整个这个企业呢 从事前的防御 事中的监测到事后的硬处 这三个角度 三个面向 以及三个挑战的这个资安的防御 做得做得很好 好我想现在这样 就是说现在这个商机是大的了 这个大的从资讯安全后台应用软体 那么这个现在资讯的支出一来一大 我们进到广告会 我特别请教苏董事长 就是说现在金管会 其实他有一纸公文 他要求台湾现在一定规模的公司 要受资安长 这个资安长我才有发现 大家人手都不够 所以现在很多那个原来管电脑 那个资讯不止论 就变资安长了 现在只要跟资安有关的人才 其实大家都很抢手 那这个就是说现在 这个产业其实大家现在知道 资安很重要 那我们知道在这个大的方向路上 我们已经跑了很多年了 那我想台湾可能需要一些 更大型的公司 能够不断的从这当中杀出重围 所以我们现在等会从企业广受资安长谈起 好不好 稍微来 好 欢迎再回到现场 我想台湾很多产业以前没有人注意 但是如果政府发一点利息 然后企业又很争气 那个产业会变大了 我特别跟大家讲 比方说台湾的军工产业 我们过去发钱去买飞弹 发钱去买飞机 买战舰 现在国机国造 国舰国造以后 大家发现不太一样 为什么 第一个全世界现在每一个国家 那个国防支出 不断的在增加 每一年都成长 这个是全世界产业有兴衰 但是它只会成长 没有后退的 所以尤其在地缘政治紧张以后 这一块饼更大 好 那我们现在如果说 你看台湾有很多 这种 比方说现在无人机 我们可以自己做了 那这个在资安的路上 比方说你看 汉翔现在股价到60块了 以前根本没人理他 那在这一段时间相关军工产业 比方说造船 以前台湾这些造船 只能做遗船 做游艇 现在开始造舰以后 现在像台船 它可能潜水艇 它也会做 那这个慢慢就把这个 企业的规模就称大了 所以这个就是说 产业自主化的路上 那资安现在其实 我们都很小 但是经过这个回合 在过去这一年 股价大幅上涨 你看这个是 现在安基资讯的股价 最高237 这个是高价的 那京城我也从那边看过 涨过100块了 那京城这次最高到116 这个都是非常显著的 一个产业的蜕变 股价大涨其实它背后 也告诉你 这个未来市场上 对这个产业 有非常高的期待 那我想现在你要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尽管要大家 受资安涨以后 我们确实没有这个人 所以我们现在在人才的取得 跟未来台湾这个产业的发展 政府跟业者 我们要多花了哪些力气 让这个产业能够培养更多 我上礼拜去四季刚 他买了一个桃园成功工商 他经营不下去了 但是奈文翔就把那个学校 拿下来经营 他就专门去做汉工 这个电焊工学校 就是你看高商 那个高职 现在转换成电焊工学校 那我相信 这个安基资讯也有安基学院 那这个时候 从人才培养的角度 我们如何让这个产业 培养更多人才 然后帮他广度亮度多增强 好 谢谢社长 的确从金管会 在去年就颁布说 这个人才的部分 就是资安长 资安相关单位 还有资安相关人员 在去年的时候 一定规模的 就必须要设定这些机员 其实到了今年年底 2023年年底的话 所有的上市柜公司 除非没有赚钱 你有选择 要不要设立 不然的话 又要专责人员 跟专责的单位 那其实全台湾 目前的资安人员 是非常非常的缺乏的 一方面当然 尽管会对于 银行的部分 要求越来越人格 所以他们那边 人才需求越来越大 另外一方面 所以你们现在培养的人 经常被金融机构 两倍薪水就挖动了 两倍三倍都有可能 这个就造成 人才的短缺 就非常的 马上就发生了 安基也其实 也在多年前 就看到了这个机会 我们就成立了 安基学院 这安基学院 在去年年初成立 那我们已经开始 开课 受课 有训练 管理人员的 又训练 这个专专业的 这个 这个技术的人员 那当然这些都是 架构在安基 因为多年来 有非常非常多的经验 因为我们有 我们服务的客群 主要是政府单位 还有这个银行单位 这些都是重点 骇客 会攻击的单位 那现在当然 刚刚 又提到 现在都走向 所谓的 Hybrid Cloud 的一个模式 所以安基 都有这种 最实战的经验 那以Hybrid Cloud 为例 我们现在目前是 应该讲说 在台湾 唯一有提供 Hybrid Cloud 的这个 自安监控的 一个服务商 那原厂像微软 还有这个工具 要如何使用 使用它这个 这个在云端上面的 资安的工具 要如何使用 常常还要 跟我们的工程师 来下询 所以在这块 我们就一直在推动 那今年我们 因为过去两年 都是COVID-19 我们都是做线上 那今年我们也有 实体教室 在下半年会推出 所以也欢迎 大家能够报名来参加 那除了这些之外 我们也可以 帮助企业包办 去做这个 资讯安全的教育 因为 其实资安 如果只靠资安主管 或者是 Security主管去保护 那是永远都 没有办法 能够完整的保护的 所以刚刚 社长在之前 也提到说 LINE上面的诈骗 或者是Facebook上面 这我们都归类叫做 这个谁的社交工程 这些其实是 一般公司里面的员工 等等 或者是甚至个人 都需要有一些 基础的一些 这个资安的概念 所以在公司的员工部分 他平常也要一些 资安的训练 让他们了解一些 什么情形 可能会有 骇客的手法 或有一些钓鱼的 手法要提高警觉 像我们 就会提供一些服务 比如说在 在Acer也是有 Subscribe这个服务 可能每一季度 就会莫名其妙收到 很奇怪的email 有警觉性的人 当然就不会去点它了 没有警觉性 你点下去 这个服务是 安基提供的 这种假的Fishing 不是真的会骗到资料 那就会回报给Acer 然后Acer的主管 就会收到讯息 说你底下的某某员工 在这个部分 测试的时候 踩到地雷 那要多做一点教育 要透过这种方式 去加强这个资安 所以一方面资安人才 专业资安人才 我们透过这个 资安学业的专业课程 有这个证书的去训练 然后一方面 也让这些上市归公司 能够合规 那另外一方面 如果真的要真正防害客 那就是平常这个 所有的员工 也都需要上一些这个资安的一些基础训练 好 现在市总上讲这个 其实我们坐在观众 这个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你稍微想一想 如果你的小孩 对资讯系统资安有兴趣 你好好鼓励他一下 这个产业 我相信会好五年十年二十年 这个是可以全力以赴的产业 好我们现在进入广告 回来之后来看看 精神资讯在蜕变的路上 未来怎么走 稍微来 好我们节目渐进尾声 同样的问题 我们来看看精神资讯 现在在人才的培育上 我们有没有碰到人才不足的问题 同时我们现在大概 在这次精神的董事会上 我觉得比较不错的就是 我们林董事长现在已经规划 比方说他想三家公司分拆 现在你的智慧资安也是一家 那有三家主公司将来可能会上市 另外一个是 精神在未来十年 他这个市值会被称 如果现在两百区变五百多 那我想对股东来讲 他可能是一个非常值得投资的路 现在依正你来告诉大家 你现在负责智慧资安这一块 将来你的公司如何能够在 整个产业竞争当中 你能够投赢而出 谢谢社长 我先提前面 就是说 其实RSA是一个全球的资安盛会 它在几年前谈了一件事 叫做human element 也就是以人为本的资安 其实坦白说 资安目前在全球大概有超过350万个 人才缺口 所以也不是只有台湾 但是台湾当然更加的挑战 我想金城集团在这个 横溢教育训练中心这边 也目前我们可以看到资安的发展 是还蛮蓬勃的 因为我们教育训练中心 目前在资安的课程 几乎都是 都是美班都是爆满的 那另外就是说 资安的意识的训练跟提升 也是企业 包含这个政府 相关的机关单位 必须要去重视的 就是说除了说建制一个 这个资安长 因为上市贵公司管理的一个要求 那资安的专者人员之外 那整个企业 包含单位的这个员工的资安意识 怎么去提升 那我想刚刚有提到 社交工程演练 我觉得目前全球 在这一块的这个做法 也非常的先进 那我想这个智慧资安这边 是用human arrow inside system 这样的角度来看待 资安教育训练 我们透过社交工程的演练 来找到企业可能的 这个资安潜在的这个变数 那把这些这个容易 受到资安攻击的变数 把他这个直接 由这个网路的连接 让他去做该有的教育训练 让他去改正这样的一个行为 其实没错 就是资安是以人为本的 最终还是人的行为 会去这个取决于资安的一个 防御的做法 那我想就是说 刚刚提到就说 怎么用全域联防 全向视野这个角度 我想这个就像说 这个一艘船 你在海上行驶 你看到的冰山 你会去monitor它 但是海平面下的这个冰山 其实是非常的巨大的跟风险 所以不只是monitoring 其实我觉得最关键的是 要observability 也就是洞察管理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不是只有监控 怎么去做到洞察 这里就非常的重要 我想金城在这个 过去我们从系统整合的角度 帮客户处理了 非常多的一个治安问题 所以进而 我们这个掩而优则倒 就是说我从事后的处理 我们来看到 适中的监测的重要 以及事前的防御 我们其实有机会 可以做得更好 那金城在台湾 也服务这么多客户 其实我觉得 我们也应该有这个责任 来协助这数万的企业客户 在资讯安全上面做得更好 我想这也是智慧资安的一个机会 跟亮点 我想金城资讯 它作为一个资讯整合的科技厂 我相信在台湾是 走这个路也非常难能可贵 金城资讯到现在为止 配花五块钱股息 现金股息 今年是第九年 所以明年到第十年 所以我也跟林董事长在讲 你在规划下一个十年 金城到底要配多少 如果五块半或六块 大家一起努力 把那个饼再撑更大 然后永恒的努力 能够 这个是我去参观 花王企业 日本 他成立113年 到现在为止 他的股息配花 从来没有减少过 他说就像过河的竹子 只会上升 不会减少 那我想台湾的企业经营 这个是立下一个非常好的典范 那金城现在呢 一方面 到明年他配五块钱的股息 第十年 那下一个十年到底怎么配 这是大家可以好好去考量的 然后呢 希望下一个十年呢 市值再倍增 我相信这个是一个 值得大家努力的方向 也希望安基资讯呢 在苏董领导下 你将来可以跑得更快 好 今天感谢大家的观赏 今天我们的这个 租安的课题啊 是比较冷门 但是呢 租安及国安 这是未来十年二十年呢 不会没落的产业 大家的下一代 可以好好在这个领域呢 大家能够不断地在这里面奔驰 感谢大家的观赏 下周同一时间请大家继续收看 请大家订阅 欢迎订阅